好 剛剛我們提到人才是國安的議題 不過請教陳總監 其實資安也是 尤其國內這個數位發展部 在八月底就要掛牌了 現在也在大招人才 那麼有沒有可能會變成下一個護國神山 我們看數位發展部底下 有兩個署 其中數位產業署負責的 都是臺灣比較熱門 例如5G 6G 通訊 還有資安 還有雲端服務 還有AI 人工智慧 所以看來數位產業署很不錯 可是讓人家更亮眼的是 政府在數位部底下 還要成立一個資通安全署 那他負責的就是資安產業 不但如此 他還要成立一個新的研究機構 例如新竹有公園院 臺北有支撤會 他要成立一個類似公園院支撤會的 叫資通安全研究院 由這點可以看得出來 政府希望把資安拉到國家安全層面 所以資安產業未來是非常非常看好 那資安產業到底目前的狀況怎麼樣 我們看 在過去五年 資安產業平均每一年成長21% 年複合成長率在兩成以上 對 所以算是高成長 而這裡面我們看三成我們把它攤開來的話 當然比重比較高的還是比較偏硬體的系統整合 佔了將近43% 那其次是那個網路安全 所以要有威脅檢測的顧問服務 暫時6.3% 還有網路安全暫時4.3% 最後是短點安全 所以由這個看起來整個資安產業當然還是以硬體為主 好 那問題來了 這些設備絕大部分是來自於進口的 也就是說台灣自己發展開發的只佔不到四成 六成以上都是從國外進口的 所以我們自己的不到四成 大部分都是要仰賴進口 對 所以從政府的角度是不是要想辦法培育本土的產業 對不對 好 那既然要培育本土的 本土是有培育出來 當然是以台灣本土市場為主 能夠外銷到海外的是鳳毛麟角 所以3.5%而已 對 3.5%而已 所以台灣本土的資安產業不多 然後它又以本土市場為主很難外銷 那最主要原因是什麼 台灣的資安市場過去沒有受到重視 可是數位發展部成立以後 開始從國家的方面來帶動整個產業 對 尤其金管會還特別做了一個規定 金管會在去年9月發布 說今年第一季跟金控有關的包含券商 投信 投雇 銀行 要設立副總級以上的資安長 對 資安長 那金管會在6月的時候又宣布台灣不是有1800家上市規公司嗎 所有上市規公司在明年年底前要設立資安長還有資安部門 所以你想行政院成立一個新的數位發展部 然後金管會又先從上市規公司這樣要求 所以我們可以預期資安產業未來會蓬勃發展 好 不過現在駭客攻擊的事件頻傳了 為什麼在過去並不是很重視這一塊 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 我們看下一頁 而過去 光過去我們講我們受駭客攻擊是個人 例如我的筆電 我的手機中毒 好 那我們看已經從個人層面上升到企業層面了 台灣每一個企業或每一個組織 每週受到2000多次的攻擊 將近2500次 每個禮拜 對 那國際上平均值是多少 761次 所以台灣是被駭客攻擊最多的 大概是全球平均值的三倍到四倍 所以台灣的企業受到駭客攻擊的比例 是全球的四倍到數十倍 好 那台灣被攻擊的次數多 企業就開始很認真的看救這件事情 所以整個資安的防護 就會帶動整個資安產業的發展 他未來會有一塊商機 這個商機有多大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回來 這次美國中醫院議長裴洛西訪談掀起了駭客之亂 要請教陳總監 真的就如同您剛說的 沒有想到台灣遭受駭客攻擊是全世界最高 好 那我們看這次俄烏烏戰爭 國安層級也是從這次俄烏戰爭得到的一個警示 像說俄羅斯不是二月進攻烏克蘭嗎 然後有一個駭客組織叫做匿名者 在二月二十五號宣布對俄羅斯進行網路戰爭 他一宣布以後你知道隔天號召了多少 烏克蘭那號召的烏克蘭就因此成立了烏克蘭IT大軍 對 全世界吸引了三十一萬個 而且他們這三十一萬人喊出一個口號 要把俄羅斯打回石器石彈 石器石彈 等於說要癱瘓他整個系統 是 尤其癱瘓俄羅斯的間諜衛星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案例 那這次佩洛西來台灣 也有一個駭客組織對台灣攻擊 這個駭客組織叫APT27 那他那個對外宣傳就是打扮成這樣子 戴了一個紅斗篷 然後那個臉是給一個螢幕 而且那個綠色的螢幕 對 綠色的螢幕 然後穿紅色的衣服 他就召開說 那個 這件事情是他做的 那到底佩洛西來台灣這段期間 網路攻擊的流量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平常的兩倍 佩洛西來的那一天 是平常的二十三倍 二十三倍的流量 對 對 所以那個APT27就宣稱 他攻進了總統府 國防部 外交部 還有警政署 公務總局 台電等等的 可是呢 一系列的網攻其實都是他們做的 對 對 對 可是那個警政署跟台電有說明 尤其台電有特別說明 說台電的網路是一個封閉式網路 所以不太可能 所以他說APT27 公的應該不是台電的系統 那當然這裡頭 那個這個APT27的駭客組織也講了 8月7日要宣布 他說如果台灣繼續挑起局勢 他們還會再回來 這很挑釁 對 很挑釁的一句話 所以難怪像以色列他們的這個新創 其實都是在發展資安 他們早就非常重視這一塊 對 所以我很看好台灣資安產業 會從那個社會層起 企業層起到國安層起 會帶動整個台灣資安產業的發展 所以在資安這塊 如果沒有做好的話 其實在網路上